突然想吃年糕 就做了年糕 哈哈 请帮忙订阅按赞哦 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哦 你们的订阅是我们的动力 谢谢啊 准备材料 叶糖切碎 把叶糖和斑兰叶放入清水 然后中火煮到叶糖融化 叶糖融化后 放在一旁 待凉了才能用 把香蕉叶汆烫一分钟 然后放在模具里 我用的是七寸模 在香蕉叶上抹点油 叶糖水已经凉了 可以倒进糯米粉中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加入两汤匙的油 继继继续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倒入模具里 要用滤网把面酱过滤哟 准备拿去蒸了 一定要盖上盖子 盖上盖子 冲火蒸一个小时半 就可以了 用叶糖做出来的年糕 颜色会深点 比较好看 年糕要用线切 才容易结油 切出来的年糕 会漂亮的 比较好看 家人们 我们下个视频见哟 拜拜